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翠鸟的画法。 在圣夏之时,我们在各个公园的河塘边都能看到翠鸟,这个颜色基本是蓝绿色,翠鸟在飞当中飞得很快,它的翅膀很大,嘴很长,前胸往往我们能看到一点暖红色, 这就是整体翠鸟给我们的视觉效果,由此我们今天在学翠鸟当中,我要带着您把几个相关的动作和它的画法步骤为大家讲清楚。 首先拿起小笔,吸点笼墨,先画那只飞的,就是刚才两只里任选一只,我们画上。 跟我想,我们先选好一个远一点的位置,既然飞呢,这是一个构图,我们就要偏上一点。 我们先画的眉上边的眉骨,勾了一条线,然后我们画了一个眼的轮廓线, 然后我们调了一条笔,把水挤得紧,让水少,我们也可以先点上鼻孔。 注意,这笔一定要连到眼睛上。 把它的嘴画出来,嘴要略微的偏长一点。 然后,头部,用墨往后点,然后画它的这个结构。 像这个嘴还可以,那人尝点不怕。 然后,吸点水,把它的背部这部分,给它展示出一个轮廓结构。 换另外一只笔,调淡墨,打一个墨底,水要少。 画它的背部,画它的背部,然后尾部,尾部,上去。 好,然后存擦两下,这都无所谓了,存擦两下,存擦两下。 然后,拿那只小笔,继续沾浓墨,看墨黑不黑,不黑,咱们倒点。 这因为它这个翅膀,要求那个翅膀的墨要浓,这样能形成黑白对比。 怕它阴,你可以先试一下,看它水多不多,先试一下。 如果水不多了,我们开始画。 好。 好。 然后,不动,你找一只小笔,吸点红色,把它的前胸先画出,先画出。 把它的面部点一点红,不管它了。 等着它干,画第二只。 第二只画一个落着的。 还是拿那只小笔,画前胸的那个,吸点水。 落着的肯定是两种姿势,或者是背部冲你,或者是胸部冲你。 这个背部冲你的,你已经画过了。 那你干脆画一胸部冲你,因此我们就在另外一个位置,要离它远一点,不要太近。 为什么要远一点? 为了构图需要。 你太近了以后,你会造成这一块红白,这块红白,这块红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宁可让它远。 在这个位置,我们落一个鸟的肚子前胸,不要太大,因为画本来就不大。 然后拿起那只小笔,画这个鸟的形态和整个的角度位置。 这个鸟和它呼应不呼应,你现在要决定。 如果觉得呼应,那么这个鸟的眉线要在上面画。 是吧,这鸟要这样画,然后整个的这个鸟嘴要伸在这儿来,整个的鸟嘴要画在这儿来,要把它画在这儿,好,这鸟嘴画完了。 然后头部,画好,然后点它的这个面部的羽毛,两塞的羽毛结构。 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再补一下羽毛结构。 这还可以画点,好,然后翅膀,这肯定是露翅膀了,露一个,这边不露。 我也不单说,我们定个位就完了。 然后拿起那只淡末的那只笔,调点淡末,补刚才这个造型结构。 我这造型结构过来,就让它画像了。 实际上这个鸟什么叫画像的,就是它的形让它画准了。 然后尾部让它画过来。 这时候才看你这个肚子还需要不需要加。 那么这时候拿起刚才那只小笔,完善它这个笔墨跟结构。 这个鸟是这样的,呆着,我们再把它画了。 好,两个点画完了。 一个落着的,一个飞着的。 这时候为了让它干,我们就可以先画点别的。 要不然您就采取一个别的办法。 比如拿手摁一摁,这也可以让它速干。 要不然就拿纸吸一吸,也可以让它水分马上干掉。 要不然就采取一个更强硬的办法。 有的时候就拿点运动,运一下,马上让它干了。 然后你就开始画了。 这时候我首先看哪个地方可以画,我拿手感觉一下。 比如说,现在它这个嘴可以画,那我先画嘴。 调点那个暖色。 这个暖色偏黄一点,好看。 别画得太暗。 拿着嘴画了。 不要涂满,你看我没涂满,留了一点白的。 别涂满,涂满了不好。 这边也是,看这一边这是厚画的。 我让它注意一下,这没干。 没干先不画。 然后继续画那个。 然后调绿色。 加了点白,加了点实青。 从头部画紧。 盖住那个墨。 你盖住这个墨的时候,有笔法在里面。 不是一笔下来。 一笔下来不好。 所以我们有笔法,有的时候我们就小笔画过来。 带过一点,这头部就偏绿了。 然后背部,背部也是点上去。 你点上去,就显得有层次感。 比你一下画上就好。 点,点,点上去。 露了一点墨有的时候,还好看。 它有透明感。 透了。 这也是,点上去,有一点墨还露着。 怕它出问题,吸一下。 好,这只。 也是先把头部画了。 因为没有干,要注意一下。 吸一下,要不然它阴了。 它没有干。 最好是干了做。 我说了好几遍了。 要不然它,您阴了以后,到时候您不知怎么办了。 这会儿就画坏了。 头部。 面部。 背部点点点绿。 好。 翅膀。 翅膀。 尾部有点绿。 有一点绿就行。 不用画这么多。 然后拿起一只略微小一点的笔。 我们画那个红的,它的这个胸部和面部的颜色。 面部的颜色留有点红,比较好看。 和胸部能够呼应起来。 然后看这嘴怎么样。 这嘴差不多,快干了。 调点黄。 也是,大家记住,不要涂满。 你看,留一点缝。 好看,留一点。 它有一种空间感。 不把它堵实。 这样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做一做。 这样的话,这两只鸟基本形态就有。 然后看它的爪。 我们还有一个颜色没用,就是交叉。 我把它挤上,认挤一个位置。 然后拿小笔调一下。 就拿这个色来画。 先画这个。 这个鸟飞起来,如果快落的时候, 它的爪是在前面的。 如果它强烈地飞,快速飞的时候, 它爪是在后面的。 这时候我们把这两个鸟的 角度跟它落的这个位置, 我把它勾出来。 好。 画好了。 那么这两个鸟都画完了。 我们现在需要简单地把它背景添一添。 这个鸟落在哪了? 或者说站在哪了? 上面身上的斑点先不点的。 等干一干再点。 然后拿起一号大笔, 调花青色, 然后调墨色, 画荷塘里边的一角。 或者它就落在石头上。 那你就另加了一个背景。 单画一块石头, 然后石头上有草, 也可以。 那我们就做一下。 我们先画一块石头吧。 干脆就画一块石头, 比较重的石头。 这块石头可以用花青 加墨。 勾出来。 先勾它。 勾着石头的结构。 这鸟都算落上了。 因为它这姿势像站在一个很坚硬的一个物体上。 不像站在一个软子上面。 因为软子上的这爪不这么画。 这爪要钻起来。 比如站在一个荷花的一个荷镜上, 或者说某一个结构上, 它会钻起来。 现在是张着。 然后吸水继续画墨色这石头。 你看, 这时候你就大胆地画了。 因为离开那鸟了, 你也不怕它阴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大胆地画过来。 吸水, 把这块石头破一下。 破一下它就显得润, 好看。 破一下。 破一下, 继续调墨。 继续画这块石头, 破过来。 这样这块石头, 你把它处理成现有这个状态。 我们觉得这块石头正好, 能够烘托这个鸟, 就合理了, 就合适了。 把这块石头画完。 石头的顺差问题, 我们就,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经验, 你就画。 没有这方面经验, 你可以从别的人的作品当中, 你学一学, 然后淋一块石头出来。 有这块石头, 画面就整了。 然后根据这块石头, 我们可以穿点内容。 比如拿起一只中号饼。 调点焦茶。 焦茶不够, 我再沾点黄。 然后再调点焦茶, 这焦茶要少了点。 好。 调点墨。 画草。 你看, 草。 画草。 这个草可以随画随吸颜色。 随吸点墨, 你看。 你看, 画点草。 这草一画上去, 是不是画面就满了? 相对就满了。 为什么不在这个上面大量画东西? 因为鸟是飞着的。 这只鸟飞着的, 你在后边再画很多东西, 它就飞不起来了。 它需要身边有大量的空白来衬托。 你要飞到家, 你在这地方加可以。 在这只落着鸟旁边加。 因此这个草很重要。 这草。 这边也是一样, 把草画出来, 你看。 把草画出来。 画面就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状态。 然后继续吸点水, 调点墨色。 这草不能都一个层次, 有轻有重啊。 有的草就干脆就画在石头前头了。 本来也是这样。 这草穿的时候还管你什么石头不石头。 它就按照结构关系, 有空间它就生长, 是吧, 就长起来了。 好, 形成了现有这个状态。 说就这块石头, 飞来一点点草, 太沽了, 这时候你才允许你去淡淡的画点叶子。 这叶子一定要区别颜色。 石头是这种冷色调, 叶子一定要让它偏一点灰或者淡雅。 这时候我就用白, 用白颜色加一点胶茶颜色, 就这个色, 白颜色加点胶茶颜色。 这个颜色我们看看行不行。 这颜色行, 这颜色既不是石头的色, 也不是鸟的色, 而且非常舒服, 画上这叶子的色, 觉得好像马上就把这块石头给比出来了。 马上就把这个鸟也给衬托出来了。 我们就用这个色, 大家记住, 我是拿白加的胶茶, 然后把它画到这个状态。 这个叶子需要不需要画完整? 不需要。 不像我们以往画荷花似的, 非得把叶子还画完整, 最后不需要。 它就是一个取势当中的某一个形态变化。 我们正好有了它, 就感觉画面动起来了, 并不一定非得让它形成一个什么状态, 那不一定, 所以我就这叶子就任意画, 画到这个状态, 可以了。 然后跟这叶子一样的颜色, 我不能说没有, 那我再呼应一点, 比如说在旁边, 为了让它构图需要, 我又出了一笔,两笔, 就是小的, 我们说小叶也好, 说刺骨也好, 无所谓, 来两笔, 这显得舒服了, 马上就舒服了。 这时候这叶子里边的东西, 我们可以适当地加以处理, 这时候你说是叶脉也好, 你说是就是为了增加点感觉, 要不为了感觉我们都不画它, 你看, 所以就来随便画两笔, 行了, 这叶子就完成任务, 这就叫虚的, 不理它, 然后我们就要有一个花, 这鸟奔这个方向来, 俩鸟都奔这来了, 肯定有一个东西吸引它, 是什么呢, 是花, 这时候我就开始, 拿那只小笔, 涮一涮, 原来有墨呀, 我把它涮一涮, 涮一涮变成淡墨, 浓墨可不行, 淡墨, 大家看, 这时候我就开始, 我选择这个位置, 一笔, 这我就想, 这时候就回忆, 哎呀, 当初老师怎么叫我画画来的, 是吧, 采取勾的办法, 两笔, 你看, 勾的办法, 你看, 又一笔, 你看, 来, 画这么一画, 画一画, 这边再来一笔, 马上觉得这个, 效果就出来了, 马上有这条线, 这几条线, 一下跟这莫骨的鸟, 就对比出关系来了, 就这几条线, 还不画了, 这时候我调点肉末, 往这里边一点点, 还不能点中间, 点中间四平八稳, 你看这花多不好, 点中间, 点蕊, 不点中间, 点边上, 让它诚心, 偏在一头上, 有意识的这么做, 就不让它点中间, 然后里边略有一点一呼应, 就完了, 正好这蕊就偏一边了, 还可以甩出来点, 让它更强烈一点, 要甩出一部分, 好看, 这边来一点, 行了, 按照以往,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花蕊, 还点出黄, 现在不点了, 因为嘴是黄的, 我们就要它这种感觉, 可能画面这时候感觉就舒服了, 什么是舒服了, 鸟被一个大的环境, 让它完善衬托起来, 形成我们这画面的一个整体效果, 不要小看这几笔, 它是一个完整构思的体现, 然后其他这些红白怎么办, 这就是怎么办啊, 特别注意, 不允许这些就这么漏着, 是吧, 这些草啊, 草的根啊, 怎么办, 点点啊, 点点其他的什么胎点啊, 随便蘸点绿啊, 蘸点黄啊, 出现点这种暖绿色, 正好配合这片叶子, 你就点吧, 你一点这色, 它就把这个色的颜色拉过来了, 因为它是同类色, 你看, 它就正好合适, 你说它是什么, 它就是点点胎点嘛, 是吧, 这就显得这个水的这种质感, 和空间感就有了, 就齐了, 一幅画, 当然这个点点的时候不要挨着点, 要有点间隔, 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 这张画是不是再继续把鸟强调一下, 因为鸟已经这时候快干了, 拿起笔来, 蘸点浓墨, 浓墨没了我挤点啊, 再来点浓墨, 大家看, 好, 背部, 老师这时候说过一个知识, 你能不能想到, 原来我说过, 你要想让那墨在诗的纸面上, 点上去不阴, 加什么不阴, 马上, 现在观众就有能够想到, 老师说过, 加任何色都不阴, 那您就不妨加点花青, 看有没有还, 有点的沾点花青, 只要沾一点色, 您点上去那个颜色, 和墨就不会阴, 它就能把形控制住, 你要是不点这点绳, 你直接上墨, 这墨就阴了, 这个是已经多少年的经验, 验证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然后我们把它点上, 最后, 鸟的整体效果, 和画面的整体效果, 形成一个呼应, 说这个我们作为血液画, 这个鸟不要画太细, 你画多细算细啊, 你再画就变成半功半写了, 所以不用画太细, 大感觉一看对就行了, 但是有些地方需要调整, 比如翅膀这地方, 你可以画紧一点来, 这可以, 你觉得空白多, 你可以让它变小一点, 这可以, 让它有树有密, 不是都一样的空白, 你可以有的空白, 让它变得更小,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许, 再在上面继续描, 继续画, 继续做, 不允许, 有一点需要画, 这时候强调了, 就眉弓线, 这时候特别需要加一笔重, 就有一个透视感, 你看它画了以后, 它就演的精神, 和眼睛, 它就精神, 这时候的眼睛可以点个色, 我们比如随便点一个颜色, 我拿一支小笔, 点点这个浓的一点的红颜色, 特别浓的, 在上面点一点, 有的鸟, 飞鸟, 眼睛就是红的, 我们掌握这个规律, 你可以把它点上一点, 这样它有一个透视关系, 它是一个透视关系, 把这个黑白溜出来, 就点进去了, 高光溜出来, 这时候眼睛就进去了, 它不往外跳, 然后显得它这个眼角, 在这边就漏出来, 好, 鸟画完了, 作为写意画足够了, 还需要不需要画画, 有的人要问, 我觉得不需要, 有了一个画就可以了, 你要非要想画, 说我在哪儿搂半个, 那您再露, 这已经藏着了, 愿意露就露, 不露也可以, 下面就是提画, 这张画, 没有那么复杂的浓重笔墨, 希望您提画的时候, 不要提的太长, 太多, 太过, 简略一点, 所以这个块, 实际上最适合于写穷块, 比如这个方向, 肯定不能提右上次, 横线肯定不能压, 您先看, 您这将来俩脚是哪盖章, 这盖章是最科学的, 这脚不动, 让它有个视身出去, 如果你这一盖了章, 这个章的是个重点, 照出黑白效果来, 这是一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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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鸟, 两个鸟跟这个章之间, 就形成一个盗品字三角形, 很难受, 那不如将来章盖在这, 要盖在这, 这个款就要在这个位置提一下, 正好使得这个墨色, 这块有重墨, 这块也有重墨, 这是一个压角章, 留那块空白, 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还有一条虚线上的是草, 因此您就在边上这个位置, 您可以提一个穷块, 比如我就提上我的名字,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 就是因为我就怕大家在每次的时候, 都要反复的去为款的事提的很复杂, 使你这画感觉, 本来挺好的一张画, 很轻盈的一张画, 一下变成沉重, 而且墨色摆不平, 你看提起这个穷块, 马上就好看了, 这一块黑, 这一块, 这一块, 将来这一块红, 这三块黑之间正好有密的, 有书的, 一定要注意, 它是黑, 别人认为它只是个字, 是个名字, 它是一个黑色, 不允许随便用, 好, 下面用这个小笔的重墨, 略微在这个石头上的画几笔, 我们叫草也好, 叫胎也好, 都可以, 就破一下这石头的线的这种沉重感, 跟它的这种非常紧的这种变化, 我们让它松弛一点, 是吧, 就可以了, 这个画到这儿, 我们就算告一段落, 好, 下面我们可以盖章了, 拿好印尼, 选好图章, 这个图章, 既然你是盖图章当中要考虑浓淡问题, 轻重问题, 千万这时候要想到, 你提的是穷环, 你这个章不适合于盖太重的这种章的选择, 不适合于, 你适合于选一个稍微的亮一点的, 明快一点的, 简洁一点的, 不要太重, 我选择一个两个字, 比如说压一点, 这个黑的这个名字没事, 盖好, 因为我这本还没有杆, 凡是没有杆的时候压了一点纸, 没杆的时候你记住起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的先起它, 然后拿起来, 你一下一拿就把这纸拽破了, 所以这都是小事, 都要注意, 不允许在小事上出现问题, 您本来画的挺好的一张画, 最后因为你盖章没盖好, 纸破了撕了, 这都会造成您的遗憾, 这个章盖在这儿, 好, 看好反正了, 一用力, 还好, 好, 一张画完成, 大家看这个完整的作品, 非常舒服, 确实有一种很淡雅的感觉, 两只鸟我们讲了, 刚才那张指引了一个鸟的动作, 画翠鸟, 基本动作是一镜一动飞着的,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姿势, 很少画飞着的从下往上看, 是吧, 当然其他的鸟的动作就需要你在生活当中去观察, 老是只是告诉你画画的方法, 告诉你画鸟的办法, 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对翠鸟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技巧由您自己掌握, 由您自己提炼, 感谢观看,